就是弘异法师 那么弘异法师呢是跟他说了 就是你要画那个忽生画籍 我50岁的时候你画50佛 60岁的时候画60佛 一直画到我100岁 那么我父亲只好讲 事受所取并当尊历 但是看着那个当时文革这种形式 好像估计自己活不到那个时候 所以他就提前在这里悄悄地画 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画 就在这半个小阳台上 偷偷地画 清晨天不亮 所以就一种信念支持的 那个时候就半个阳台 阳台上我外公又要工作 又要睡觉 那么床没有地方放 只好放在那个角落里边 那个床是1米58 我外公1米74 就文革就是这样睡过来的 那么家里人总会蛮担心的 哎呦你这样睡好像 好像的角度升不值 他说不要紧 睡觉本来就是全正的 他说他很乐观的 很想得开的 然后有的朋友来说 你这样你这个名气这么大的 睡这么小的床 他说我这个叫顶天立地 他很豁达的 很想得开的 这里是一个阳台 这里是二楼 这个房子其实就是法式的 那护生话题 怎么叫护生呢 不是简单的 就是说不要杀生 这不杀生其实就是要爱护生命 爱护生命其实就是爱护自己的心啊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高一层看到 这个作品完成了 用了半个世纪 城市过往的传奇 在时代的极具变迁中 渐渐地消失 淹没 但总会留下一些印记 生生不息 顺着繁华中的线索 我们和一代大师 风子凯先生 晚年多舛的命运相逢相知 也被这个伟大的灵魂 所深深地打动 这也正是金语辰老师 在繁华中努力描摹 并且倾心寻找的 永恒的城市精神 在繁华里 金语成把自己化身为三个少年 跟着他们一起 穿过上海的巷弄 走过时代的风云变幻 写下人生的繁茂和虚无 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纪念自己的童年 也用这种方式 让人们去了解这座 深藏着太多秘密的城市 繁华落尽 繁华又开 关于上海的故事 就这样随着时光 层层淹没 又生生不息地 四地盛开